行不行 让咱别去了吧 没事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东西 啥都想 我先走了 我回房间睡觉 许念 你在瞎想什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问你 要不然 我还是不学乡算了 这也太尴尬了 晚上回家我继续修电表 也没什么好尴尬的 对吧 好 那我就晚上好好做一顿饭 犒劳犒劳顾电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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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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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和许小姐的真爱协议 信息一经绑定 是不可以更改和删除的哦 喂 顾明爷 许念在我手里 江文立 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来了就知道了 城外新郎废工厂的顶楼 我在这儿等你 你一个人过来 我要是看到别人 我保证你只能看到许念的尸体 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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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立 江文立 你是个聪明人 你现在伤害许念 你什么都得不到 别把许念放了 你想要什么你可以跟我说 什么都满足你 太晚了 来不及了 许念 许念 江文立 江文立 你现在很缺钱吧 你把许念放了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钱 我现在不要钱了 我只要他死啊 许念 许念 对 不要过来 不过来 不过来 我不过来 你把许念放了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啊 许念 你就跟你那个贱人妈一样 都该死 还有你呀 顾米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要让你连针针的 看见心 还得死在你面前 你却无能为力 许念 许念 你千万别放手啊 我还不想死 可恶 你们都得死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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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啊 不开你东西 快把他带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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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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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惜啊 差一点就能除掉顾米也了 嗯 我从来没指望一个疯癫的女人 能干掉顾米也 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许念就是她的软肋 不论那么久的局 得看收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吗 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你穿这婚纱太好看了 我只想一个人欣赏 容娜 有人呢 头上来了 画给他 死 死 顾米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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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讨厌讨厌 你又拿翻臉下我 你这样啊你 真希望 现在就是我们的婚礼 咚 词 来了 你来干什么 家里有个女人 就是不一样啊 你有什么事吗 怎么 你也和明眼一样 不肯称呼一声二声吗 明眼怎么称呼 我就怎么称呼 不愧是兄弟 脾气就是像 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二叔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你和我们家顾老爷子 做的宣言检订报告 你看上面写着 关系成立的概率是99% 也就是说 你是我们顾家的血脉 是我哥顾洪泽的女儿 你拿这么张破纸 在这胡说八道 我凭什么信你啊 我知道 这个时候跟你说这种事情 你肯定不愿意相信 不过 我这还不止这一份证明 你应该能认出这个女人 就是你妈吧 另外一个 就是顾洪泽 当年他妈爱得很深 只可惜 被我们家老爷子 棒打鸳鸣 但很快 你母亲就嫁给了许涛 生下了你 婚后两人一度失去了联系 直到十年前的重逢 我确实找人跟踪了我哥 拍下了他和宋宇芝 偷情的照片 所以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有我最清楚 宋宇芝 完全是自怨的 她就是一个水行洋花的女人 妈妈 不是无辜的 我 我 真的是顾洪泽的女儿 这是宋宇芝 自己造的女 但是可怜你 居然爱上同父异母的哥哥 不过幸好 在婚前弄清楚了 不然 等到你和明眼结婚了 这真的就是人伦惨剧了 许涅 明眼 我找你聊点事 你来的就知道了 我在家里等你 你怎么回来啦 爸 你快告诉我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突然这样问的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我求你了 你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行吗 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之后 很多事情就需要你自己撑开了 说吧 说吧 什么事 跟你聊聊许念的事 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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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了 他不在 你对许念 你对许念做了什么 自己是 自己是顾家的血脉 一时间难以接受 跑出去了 你什么意思 既然如此 我就不让圈子了 这是我们家老爷子之前 给许念 给许念做了DNA 报告证实 许念就是我哥 和宋宇芝的亲生女儿 但是这件事 之所以诡异的地方在于 老爷子明知道 许念是顾家的血脉 却还积极促成你们的婚事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你 不是我哥的亲生儿子 当年老爷子把你带回来 非说你是顾洪泽的私生子 还服侍你跟我争夺 顾家继承人的位置 我一度怀疑你的身份 但你常年在国外 又事事谨慎 加上老爷子护着你 所以我一直无从查证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许念出现了 如果你没那么爱他 非要和他结婚 或许我也找不到机会印证 但现在你究竟想怎么样 毕竟是家朝 我也不想顾家人 受人非议 只要你主动辞去总裁的位置 放弃集成权 远走海外 以后不再跟我争 我可以当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如若不然 这件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了 你想想 最受伤害的会是谁 舆论杀人 别忘了当年宋女之是怎么死的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我给你一口 这样的距离 但是绝这里 我想看 为什么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进了新梁集团 也就是你外公的公司 我当时 很想闯出一番自己的试验 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进了公司以后 我看到了你妈妈 我很爱慕她 但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 对吧 身份地位全熟 直到有一天你外公跟我说 要重点栽培我 但是条件是 要娶你妈妈 我当时很高兴 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 她当时已经怀孕了 她没有告诉我 我也没有问 所以你早就知道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权力地位 诱惑实在太大了 何况我还爱慕她对吗 所以我答应她 我说会对你输入局处 也会照顾她一辈子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变了 其实建立在 金钱关系的婚姻上 本身就不会幸福的 何况我在面对 你外公和你妈妈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 直到姜婉莉的出现 我就把我所有的情感 都给了姜婉莉 后来她怀孕了 她就疯狂地逼着我 跟你妈妈离婚 我当时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 公诸于众的话 我所有的东西都会没了 你外公会把我扫地出门 后来就发生了 新娘公司被收购的事情 再就是 你妈妈和顾公泽 爆出了丑闻 于是我就希望 把所有的罪责 都推向给你妈妈 因为我知道 只有把罪责推向给她 你外公才没有理由 把我赶出去 所以我对你妈妈 就一直使用冷暴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姜婉莉 姜婉莉会对你妈妈 直到你 直到你妈妈去世 后来 后来姜婉莉这样对你 我也并不是全然不止 但是 但是姚姚 姚姚是我轻生的 我一万岁端不平 我端不平 对不起 我真的是顾红泽的女儿 但我和明言 我和明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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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本人 你 我和明言是 我和明言是 我和明言 算了 你不本人 我保证 我和明言 你不不撓 我会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在遇到明镜以前 我一直以为 我为你洗刷冤屈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执念 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事情 都是错的 我现在还爱上了自己的亲哥哥 妈 你快告诉我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不行 不行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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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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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呢 走了 你去哪儿 回学校 我送你啊 不用了 你赢了 还记得当年被你恶意收购的名阳工厂吗 工厂破产之后 老板被逼得跳楼自杀 郭宏义 你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揪揪自取 原来你是那个废物的儿子 郭敏雁 如果老爷子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肯定不会同意你跟许念在一起 因为他比我更无情了 许念 许念 你妈墓地出事了 快去看一下吧 许念 许念 你妈墓地出事了 快去看一下吧 我怎么会跟你讲 我怎么会看 你怎么会って 我怎么会讲 你那些东西 就是 什么 感谢观看 念念 说好要让你幸福 却让你那么难过 我已经后悔了千万次 在我心里 你早已比任何仇恨都要重要 我是在孤巨中航行的飞船 而你 是我在浩瀚宇宙中 唯一的应答 你的方向 就是我的航线 念念 原谅我吧 如果你点头 我会永远爱你 如果你摇头 我也会默默地守护你 念念 天涯海角 只要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陪着你 不要再不理我了 好吗 你要再不理我 我就成狗不理了 我做这个 我可以对你 我真的 你 看你 我 我 我 你放这么多风铃 不怕尝试我妈妈 我跟伯母说过了 希望她可以给我做个见证 许念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嫁给我吧 我想想看 要不然 先试用 试用期是 一辈子 试用期是 妈 我决定 再给她一次机会 你会祝福我们吧 伯母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许念幸福的 你会让我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